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有几位大厨 选择了两位弟弟的创意呢 请看 我要选 哥哥大厨和带广坛大厨 哈喽 两位好 哈喽 大家好 大厨好 大厨好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孩子喜欢创意 所以呢给做一道 把怪味麻辣的一种鸡肉 做成像一个鹅卵石的样子 给你吃 豆乳味鸡肉应该会很好吃 好 戴大厨你好 你好 那我今天想带给你们的这个菜 主要是想 满足你们两个中国宝宝的这个鸡汁 所以我知道 终成了就是来自上海 我自己也是定居在上海 也是上海女婿 所以今天我选的上海这个方面 就是做这种奔帮锅贴 锅贴 就那种里面有皮冻 就是会爆酱的那种 爆汁锅贴 然后 黄山区呢就是来自东北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东北的一个名菜 就是小鸡炖蘑菇 哦 小鸡炖蘑菇 小鸡炖蘑菇 还要哭了 然后就想把上海的国节 和小鸡炖蘑菇结合在一起了 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可以感受 有假香的味道 除过这个菜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应该很久没吃到了 对 小鸡炖蘑菇 八年前的事了吧 我就一直没有再吃到过了 对 都改麻辣烫了 都改麻辣烫了 哈哈哈 我们的好吃品鉴团 要帮他们来分一分 到底谁的这个创意菜 可以被最终呈现出来 有请我们美食品鉴团的各位老师 做出你们的决定 我们在座的 谁不是个宝宝呢 就是啊 谁是中国宝宝 欢迎仁俊和乐乐回家 吃好喝好 谢谢 没有老师想要吃糟粕米线吗 韩芸好想吃糟粕 是不是 糟粕粕的米线 反正因为回来吃的饭 都是咱们中国宝宝吃的 没错 吃哪个都一样 适合中国宝宝的这些食物啊 它是一个非常宽的主题 其实糟粕粕 或是金鸡鱼 也蛮适合中国宝宝的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 我是支持 黄菲菲 黄菲菲 我觉得 人家难得回自家嘛 对吧 谢谢 谢谢 适合中国宝宝的也会有辣的 别担心 对 那个麻辣鸡也是 有麻辣的 到底我们的郭大厨和带大厨会如何来呈现这样的创意美味呢 时间交给他们 我们想用这个亲眼鸡的鸡腿 我们把它拿来蒸熟 这道菜名字叫怪去鸡丝 不管是它的形象还是从它的口味 我就觉得它特别适合我们中国宝宝 怪味着呢 我们是用麻辣鲜露 然后放点刀口辣椒 然后对点花生酱 然后放点宝宁醋 我们要做的这个味道是拿来拌这个鸡肉用的 它主要的味型呢 就是麻辣咸甜酸 我现在调的味道呢 主要是麻辣咸酸 然后甜呢 它是来自于我们做出来的鸡卵石造型 它后面裹上的那样东西 让它够麻 反正我是够麻了 我们把这个鸡丝啊 和我们的这个怪味汁调味 把它混合之后呢 就用镊子把它放到模具当中 把明胶片放到鸡汤中 让它去融化 然后呢 再把它灌到这个模具当中 然后就放冰箱就行了 每日时间重炒 吃出年轻态 好吃 很方便哦 好那我今天要做的这个过节里面那个饲料 像做一个类似宋贝的小鸡兔蘑菇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振膜 干的蒸馍在里面 所以先泡发好 炒之后冷却 然后搬到这个肉馅里面呢 第二个玄机呢 特别适合中国包包的体制 这个我很喜欢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做菜品研发 所以我经常会帮一些国外的品牌 要进入中国市场 那他们当然在他们的产品 需要做一些挑战 怎么把它变成一个 适合中国包包的体制的一个彩品 我们先让切尔上筋 哈喽 广产大厨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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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荣幸 荣幸 我的荣幸 我来学 学点啥 就尖叫吧 差不多的这个意思 尖叫哈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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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 比现在那个饺子皮 包的手法就正常包吗 还是得有讲究 我做饺子怎么样才能不漏馅 你知道有我的诀窍 馅放少点 哈喽 不是一个好缺陷 我的诀窍就是馅放少点 真的就不会漏 然后就这样的中间粘在一起 我这个都觉得馅多了 我平时包就是 可以的 这样我也中间粘一下 然后这里就这样腿一下 把它再粘一下 你是这种手法 哎呀 这个难了 不难 不难 这个难了 可以的 外国朋友在教中国人包饺子 嗯 我按照我的包法是不是牵不出来啊 见识肯定牵得出来 但是 哎呦呦呦 那是我在学 这个我都不会 看你的包法是 这个你看一下 就这样当中 嗯 然后这里退一下 就一面这样 你手指哪一下才会自然的 好 再对一下 再露一下 然后我们就这样 哇 现成 我的这个别拍了吧 这个饺子 还不是我原来的 比较有创意的 高情商发言 比较有创意 好的 那我一会儿见一下 然后我们再 我们见一见吃一吃 好的 这个别拍 吓死人 没没没 这个 这个稍微好一点 我寻常包的饺子 这种 是是是 我们这些锅节菜 先排好到锅底 然后再开火 先上一点丝 再 噴一碗水 盖盖子 两天的对我来说就是 东北小基督蘑菇用那个蒸馍 那这个蒸馍的香味就很特别 很浓郁 所以觉得把这个风味 融入到一个上海国界的馅料是比较好 看一下地步怎么样呢 那就这样 现在开始有一点金黄色 我们就可以加水 让我们现在要继续烧到水没了 然后再继续建一下地步锤就可以了 有什么菜配一下我 从我的个人感觉 单纯上三块 像鵝卵石的怪味鸡丝 我觉得是永远单调的 二叔 你的米线要不给我做了呗 拿去吧 你把这个料给我 我自己去 米粉给你是吧 对啊 米粉也给我 好吧 兄弟 别忘记了 我知道 我们兄弟嘛 就我 我把你的菜带上去 赢了就你赢的 输了就我输的 来 走走走 我们换位置 换位置加工 该做的啥做的 这是个招泼处 然后呢 今天老叔带的招泼处 本来找老叔要做一个别的菜 那我就融合我的高汤 我重新演绎一个 变成一个 我的一个配搭的一个粉 这高汤特别香 但是你要注意 这些酸味 这个 你看 你一边传 我知道 米粉不够 汤不够 我知道 我知道 汤不够啊 你那还有高汤吗 这点高汤 太浓了 你可以加 可以加点快点水 有没有 你那有没有 给点高汤给我 我那是清汤 给我清汤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那个高汤 你这吃清汤是吧 清汤 你给我留一半 你要干嘛 我要试个菜 你留一半行的 你要不了那么多 你留一半行的 很浓了 好够了 我这里够了 够了吗 很酸香 特别好 这个招泼处啊 它是由米和辣椒 去发酵而成的 我们客家人的辣椒酱 蘸水的辣椒酱 也是用这样子 这个是不是一个犯规啊 我们 不犯规 这个用我的做法做出来 跟你的没有关系 对对对 吃吧 我的这汤好 我那浓汤特别好 我先把米粉 烧开搓一下水 包裹它 看有装盘的东西 我要盘子搞破了 留一样 要盘子搞破了 很贵的 所以我说 这里的菜里面 拥有我们三兄弟的感情嘛 你出餐具 他出调料 他说我们清点 这餐具很贵的 他这样 这很现实 这会很现实 我当时我很单纯 就是说你不单纯的是吗 但是这个米粉你要有肉 都不是它很广的 对 一定要有农汤和海那些 大的肉的东西其中 对 我知道还有什么肉 我不知道 不如把金鸡 金鸡鱼那个鱼牛拿过来 放到里面 拿过来 真的 千里送鱼 来大师让你赢我 对吧 你说这赛不赢 这个赛不赢真的 这个赛如果预选不了 新鲜菜单 真的没有道理 如果如果等一下赢的话 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都要三个 不不不 那不是你是 不不 要上要上要上 好不幸上次电视 舒服总来改刀 不是我现在 这菜越搞越 越搞越的 不是 我这菜是越搞越那个 越复杂 是我的菜越搞越复杂 不是你的菜是好吧 不是我的菜 我在想我在想 如果这菜输了怎么办 是吧 输了不是三个人一起 输了融入共存吗 我也大心赢了怎么办 赢了叫你们两个上来吧 我不上来 上上上上 我绝对不会想过客的风头 这个真的是 来说实话 这是六手联谈的 这个真的是东南西北的菜 都融进了 就OK了 那我们现在颜色上好了 就可以灌火 撒白芝麻 黑芝麻 还有葱花 就搞定 来 来 快 你那可以摆了吧 可以摆吧 摆吧 不要那么多 少点少点 来 给我烫再多了 不要那么多烫 我们可以上菜了 好嘞 好嘞 漂亮 美 哎呀 上个电视不容易 上个电视不容易 上菜 出菜 哎呦 好嘞 好嘞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大厨 要为大家上菜了 有请郭哥 郭大厨 有请戴广坛 戴大厨 我发现您现在吃很会了 也都是准备两种菜 不是 今天有一个特别临时的创意 因为刚才高老师也说 猪大厨的这个招婆 他出的米粉 和陈玉大厨的这个竞技鱼 也是更适合中国宝宝吃的嘛 所以呢 我临时想起 不要浪费他们的原材料 我同时把他们的菜 做到我一道菜里面去 所以我做了一碗米线 然后配了我另外一道菜品 对 都适合中国宝宝吃的菜品 谢谢郭大厨 好棒 三件何必了 我说真的就是我们线下 如果说要去吃我们三个人 六手轮毯的一个菜品都很难 但在听说恩老师我们圆梦了 我们完成了 哦 刚刚学姐就说特别想吃 那个招婆说 我也想吃你 谢谢 好 那我们就赶紧上菜吧 好的 好 哇 宝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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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好香啊 哦 这个好漂亮 哎 这真 这分不清楚哪个是石头的嘞 做成鹅卵石 白色的是鸡丝 哦 这做的也太像了吧 还有个黑色有白色 你看一下 哇哦 好好吃啊 这道菜名字叫怪区鸡丝 我们把冻好了这个鹅卵石的鸡块呢 我们抠出来之后 要把它放到叶蛋里面去 瞬间冻叶 再挂上可可纸 然后可可纸呢 我们要融入一点竹炭粉 形成一个黑白 所以非常逼真 每一个做出来都不一样的色彩 这样就是更像鹅卵石 这个怪味鸡丝 感觉口感非常的浓郁 花椒 然后那种麻辣的感觉 哇 它里面那个线 好不一 好 好特别 顾大厨做的这个艺术品 它如果不提醒我们石头 我们跟的牙就掉了 因为分辨不清楚 哪个是要吃的哪些是石头 然后里面那个怪味 就很像我们 因为怪味是四川一绝 就是对吧 它很喜欢把甜呀 辣呀 咸 融合到一起 但是可以搭配出一个 很神奇的味道 这个就做到了 来 我尝一下这个糟泼醋 这个糟泼醋 好久没吃到这个家乡美食了 哇 绝了绝了 而且糟泼醋非常适合煮海鲜 煮完了以后 它的那个酸甜味 就会更加的鲜美 然后里面有煮那个鱼肉嘛 所以现在这个汤非常的好吃 太好吃了 特别感动而且 因为第一次有人这样用心地给我做菜 为我们特别感动 然后这个米粉就是 辣得刚好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这个米粉不是很辣呀 对 刚好不辣 但是很鲜的这个味道 对 很鲜的米粉 因为刚才就怕您这边不能吃太辣 所以我们在辣度上面就做烧剪 谢谢 哇 好贴心哦 谢谢 我觉得这个糟泼醋米线真的 有点就是灵魂这个 让我的灵魂一下子入魂的感觉 因为它那个米线很Q弹 为什么 对 它这个米线在煮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烫然后再入味 而不是拿到汤里面一直煮 所以我们保证它的Q弹 它是有一个温度的一个固定过程 就因为这个米线是我吃过 觉得最Q弹的一个口感 然后再加上这个糟泼醋 真的很开胃 是 太棒了 我建议大家吃糟泼醋 这个米线的时候 配一个这个鹅卵石 它那个糟泼醋的酸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它那个甜啊 在怪味里面其实是次于咸的 这是因为趣味的改良 让这个甜味把嘴巴里面那点酸 它给中和了 所以吃起来的感受是非常搭配的 真的很好 谢谢 谢谢 谢谢